Hello 大家好 我們新一期的健康解賣又出版了 今期我們會隨書副送 眼福寧 或者是老健 如果大家有什麼需要 就留意自己的瓶身 記住我們這本書 在OK便利店或各大報攤都有售 大家記住來買吧 如果大家有濕疹、白食、牛皮腺 主腹手、銀舌症、氣管敏感、鼻敏感、酵喘等 免疫力系統的問題 大家就放心了 因為我們的解決方法就是敏迪 我們看看實證 圖中這位人兄叫Sam God 他有很嚴重的銀舌症 大家看到他服用後 左手邊已經得到很大的成效 大家又看看另外一位實證 這位就是我們台灣黑白港的主持 他有很嚴重的牛皮腺 他服用後 右手邊也得到很大的進展 敏迪本身就是植物提取物 全無副作用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敏迪的資料 就可以打來5537-9521 おっ 大家看見 謝謝 謝謝 還有 我們 來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說起搞笑 我們沒辦法不說這套戲 這套是甚麼戲 盧表 《正莊追女仔》 是啊 這套是第一集來的 第一集是 法哥是第一集 是啊 《正莊追女仔》最好 法哥好像叫張萬勇一樣 是啊 沒錯 張萬勇叫洞洞 洞洞 對了 最好笑的地方 《正莊追女仔》就是 他是第一套在香港 是玩到反轉整套戲都是搞笑的東西 在二十幾三十年前這套 戲院笑到收不到聲 是啊 他的收縮水 Only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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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告訴大家 早幾年都還有人在玩收縮水這件事 是啊 真是 是啊 而且很經典 是很新的 是啊 因為他最有趣的概念 三十幾年前 因為以前也有搞笑電影 但搞笑電影 通常有一個主橋段 不停地說主橋段 搞笑的東西是服侍主橋段的 但是這套東西不是的 是毛利拉圍會弄一些搞笑的東西出來 是各自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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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又收回來 但是有個主子 是啊 主子就是窮人向上爬 有錢女兒 或者是有錢女兒要 思尊降貴去喜歡一個車王仔 是啊 但是最搞笑的 他很多情節上 是跟主流的戲是無關的 好像我們去去 零一D 零一D 這裡無端端有個 大佬出了賊歌叫豪哥的人 但是豪哥這個人 其實是不停地穿插在這套戲裡面 是啊 是啊 還有這套戲最好笑的地方 是香港以前的港產片 很少會這樣做的 他就不停地拿這個英雄本色來玩 是啊 他不停地 因為英雄本色最有趣的地方 那時候還沒流行講致敬 只是玩東西而已 是啊 他不停地拿別人的電影來搞笑 英雄本色厲害 是啊 真的爆得很厲害 如果是30年前的 你才會感受到那時候那套戲的威力 那個力量 很厲害 很厲害 不是開玩笑 但是最搞笑的地方 就是這個豪哥永遠都看不到他的樣子 我們去到01的E 不是 其實這間車房都是特地抄回英雄本色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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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龍去投靠啊 爭光都是堅忌車房 是啊 變成那個堅忌車房 其實就是不停地把這套戲玩到盡 不停地欺笑怒罵 但是反過來 老闆有一個很講義氣 是曾光 就變成一個縮骨算爆老土的 蓬碎飯 蓬碎飯 哈哈哈 但是這個豪哥這個角色 其實我想講講 其實他一個人這個豪哥 從頭到尾看不到樣子 是啊 他沒有特地沒有給他 但是這個演員 其實這套戲裡面是做了三個角色的 蓬碎飯 是啊 這個豪哥這個演員就做這個豪哥了 第二個角色我們在01A那裡 就看到其實這隻鐵馬這個阿Sir 又是他 同一個人來的 01B 他去買了 他最開頭的時候 在清水花捏車 那接下周永發 周永發最好笑就是 喂 我不是想 我見前面的法拉利 開近100我開90來追他 是啊 我叫他不要那麼快 我打算追到他叫他不要那麼快 是啊 然後阿Sir就說 你不要追那麼快 我去那頭上去抓他的 哈哈哈 其實也是搞笑 是啊 這次是歐巴拉拉 歐巴拉 哈哈哈 是啊 是啊 阿Sir就是我決了 好了 我們去問01C 然後這個阿Sir 最後截停他 其實這個就是豪哥 那個人 好了 還有一個角色會出的 豪哥這個人的角色在哪裡再出過呢 就是這個 這個多少號 十一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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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當地導遊 他就說 喂 你港台群星 什麼豪華團 你有沒有什麼明星 什麼啊 港台 你是香港人 後面那些台灣人 還有兩個阿星 港台群星 這句是有黃晶說的 黃晶說的 然後他就說 不滿意 然後就丟多了 總之我就不知道 香港就很負責 是的 來到這裏 檳城 就是我老友負責 推了這個導遊出來 大隻佬來的 是的 其實這個就是豪哥 同一個人來的 好了 接著再去到11B 就叫他們 喂 你一家 是的 這個真是好笑 這個人很low 他三個突藥 真的做 是的 但是最搞笑的 這一幕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一間房裡面 他們是不是四個人的 本身 他們連周韻發 馮水帆 陳百祥和曾智慧 四個人 有兩張單人 貌似雙人床 其實是單人床來的 四個人住一間房 有沒有很正常 然後無緣無故有兩個阿星進來 都不正常的 都不正常 接著最好笑的地方 叫五星大酒店 一樓大酒店 住宿一樓大酒店 那個名字 還有他說房間有獨立桑拿 然後他問 喂 那個桑拿在哪裡 在床底嗎 不是 他說下午12點的時候 你關上窗子 就要焗桑拿 都不算最準 其實當年很搞笑的 搞笑 名字叫一樓大酒店 那套戲是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現在是三十多年 然後最好笑的地方 就是 把星哥推進來 他說 做什麼事 我們一會兒說 骨頭你住了 三圍一張床 其實也不是最好笑的 最好笑的就是 哎呀 曾志偉 曾志偉走到一間床 打算一個人 就霸了那間床 不是不是不是 曾志偉就跟其他人霸著 然後那兩個人彈了 對面 然後馮瑞凡 當然跟周恩發 跟陳百祥在一起 接著那兩個星哥 就跟曾志偉 曾志偉 這是搞笑的 過夜了 這件事真的少到我 有點小 這個真好笑的 講講這段旅程的話 其實曾志偉都很慘 先去去十一 就沒有位置坐 就被人逼上去的車頂 這件事也是搞笑的 你怎會想到人會坐在車頂 這個就是十分搞笑的一個劇情 其實這一套戲 最有趣的地方 是 差不多每一分鐘都有解釋的 是啊 那時計算得很密的 港產民的 嘩 笑到我啊 第一次看阿拉斯 是飆了眼水的 是飆了眼水的 一坐下來吃東西 去到十二的那幅圖 這個是 一來到 下面有一隻乳鴿那樣的東西 是呀 垂鹽三隻鴿 哈哈哈哈 接著就在他們鴿的時候 你鴿我鴿你鴿我鴿 接著 黃禎就說 喂喂喂 你們不要弄爛它 什麼弄爛它 這一隻是 本地的名菜垂鹽三隻雞 這隻都叫做雞 這麼小 說這隻東西 是用來看 不用來吃的 哈哈哈哈 你弄爛了隔壁台 沒得看 現在收回來了 我們去到十三 這個不是吃的 就是用來觀賞的 接著去到十四 我們要給另一台看 你怎會想得到 一樣的結就是 你們這些人玩得這麼準 吃飯是給你看的 是的 接著搞到 同台這兩個台灣人 其實是有名的 他們去到十五 十五這個叫胡瓜 胡瓜是呀 也是一個明星來的 主持是這個主持 那些綜藝節目主持是胡瓜 胡瓜也跟他們玩了一份 其實那時候香港的電影是挺厲害的 說真的 沒錯 所以這部電影 胡瓜也去到十六 看到他的樣子 其實這部電影 很多人演出的 還有你問我 最好演技是誰呢 那些人經常以為我發哥 不 鳳瑞凡 是的 鳳瑞凡是 就是表表姐 當然我們先去到十七 這個就是講他們 做畫劇 在台上 但是最好笑的一件事 想做死人嗎 他說金像 影帝都在吃 當時他真的是影帝 亞洲韓發 是的 因為這部電影 就講他扮演一個人 就閉了雙手 閉了一隻腳 用一隻腳 站在那裡踢人 哈哈 真的是這件事搞笑 好了 我們剛剛講到馮瑞凡 就一定要講一講這件事了 講一講這件 十九 十九這件事 這個就是他們塗了生粟水 生粟水 他真的像收縮 很厲害 全部都是用他的 臉部肌肉 他真的做到那種效果 當然你說你很仔細 我是法醫 你當然可以挑得他 但是以一個正常人來說 他可以令到臉部肌肉 做出這樣角度 這麼刁鑽的抽搐 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其實這些大家以為 收縮水令到是這樣 其實你想想 他是自己的演技 這個真是厲害 好 接著我再講二十 他不同縮的情況 縮到這樣 接著去到二十一 他一直這樣縮 自己左撕又撕 左整又整 你想想一個多搞笑 當日我想在戲院看 沒有人笑到 笑到很緊要 笑到賴尿 這個情緒 笑到很爆 在戲院那裏 我看面子是比較長 去到二十二 看完二十二 他縮到壞樣子 鴨 這樣不是辦法 去到二十一 接著開始就玩龍的心 是的 你說龍的心就在這裏 然後就是 師問誰人能夠相依個一生 他拿其他戲的橋段來玩 所以這套戲 《精湮災女仔1》 除了玩英雄本色 還玩龍的心 當然啦 接著最後 扮可憐 扮慘 接著挖了人家一千元 姐姐賣東西吃 接著這裏才有好笑 好了 講到這裏 我們繼續講 這套戲 其實有很多人做的 包括我們先去這個《靈異》 裏面有張敏做的 是啊 是的 梁山也有份 梁山也有份 因為它是最初一個 很短的一個scene 接著我一路講下去 其實有些演員 在第一、第二、第三集 是混亂來用的 你看到第一集有的 第三集都有出的 有些第一、第二、第三集 都有在兼銀的 是這樣的 我媽媽會講的 今集的《大兜有樂》 我們主要講一、二集 因為我相信不夠時間 講第三集的 好了 接著講這一段 最好笑的地方 就是 張敏就是以前 之前 周圓發的女朋友 第一個女朋友 在讀戲上面交代 但是最好笑的 他說 就是 他永遠出生來拍多 他媽媽都在那裡 張敏的媽媽就叫 雕太 Mr. Steele 這個東西都好笑 接著 經常都刁難他們 因為本身 阿發仔在一個角色裡面 是比較難口 叫做難口法 是一個新移民 多些說 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 接著繼續 我去到2003 就說他們去到這個 壽宴的時候 黃新宿 是的 就亂講話 令到最後 他們就不歡而散 不歡而散 當中 他們有些爭執 到最後就是 你以後不想見到我女兒了 這樣就好了 接著 阿發沒有戲 你拍的就給你拍的 就去到這個 08 一個蛋糕擠下去 接著 這戲 我想也是超搞笑的 就是一個反差 是的 接著去到2009 最好笑的是 他的麵 真的吃了個蛋糕 接著去到10 他會不會是即興的呢 我想是即場度的 我覺得是 即場度的 即是可能 度好是這樣的 但我想是一踢過 你這些 你沒有滿事做兩踢 你的衣服都髒了 一踢過 最好笑的是 曾志偉一直說 是屎來的屎來的 是屎來的 是屎來的 你看整部電影 他叫做交通燈 他叫做不准笑 不准笑 交通燈是陳百祥 是的 但最好笑的地方 其實整部電影 陳百祥是不會演戲的 是的 他只是笑的 都是跟著來玩 跟著來笑 反而曾志偉 周人發 和馮雪環 是交足戲的 這部電影 沒錯 是玩到盡 玩到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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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雞就兩尾 接著去05 就插槍落花槽 就是風林角那一段 接著一進來 我們還在06 你看到英雄本色的 出面插槍 接著一開門的時候 連槍掃射的 豪哥一樣 接著真的開門入來 就07 他說 喂 你搞錯了 這裏不是風林角 這裏是5多哥 但這真的是周恩法 真是周恩法 所以其實一雞兩尾 就玩到盡 講到玩到盡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追女生 好 稍後見 香港人喜歡吃好海鮮 吃好西 又喜歡喝啤酒 個個以為自己營養不均衡 拼命吃黃豆 搞到十個人裏面 就有一個人又痛風 不過不用怕 我們有解決方法 就是痛青 痛青這個食品是全天然的植物提取物 腹方組成 有效幫助身體把尿酸排出體外 抑制肝細胞裏面的黃飄零的產生 如果大家想進一步了解痛青的資料的話 請WhatsApp 或者微信 或者打來5537-9521 或者可以上我們巴達台的網站 www.https//badatoy.com/.shop 了解詳情